身边已经有几个离婚 与其就这样子 相处一辈子不开心下去 不如就直接一刀两断 可是离婚率其实蛮高的啦 有点敏感 刚才玩家啊 身边有 首先大家对于结婚的想法是 两位交往很久了吧 大概八年 八年 应该是有这个结婚的打算吧 有往那边这个方向走 有在思考 对对对 那你们觉得 真的会让你们驱动 你们想结婚的原因会是什么 有小孩吗 有小孩 对 所以就是如果忽然间有了 就结一下就对 对 就会 对啊 是 他有点醉 他有点醉 嗯 刚刚有小河 你们刚刚有小河 才这么早耶 下午三点啊 一、二、九、三、七 之后有没有这个结婚的打算 我有啦 啊我女朋友还不一定 我再加油 再加油 好 再加油 你自己会因为离婚率很高这件事情 那你肯定不敢去结婚之类的 离婚率高 跟我会不会离婚不太一样 实际上会不会发生 还是要看每一个个案 就跟 因为我是铁路警察 然后我们常常会有说 有要放那个 就是恐吓性啊 说要放炸弹在车上 但是每次都 都是讲讲而已 哈哈哈 诈骗 现在离婚率很高嘛 嗯 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哎 感觉到现在离婚率 身边已经有几个离婚的 对啊他们是遇到什么问题 夫妻 久了会就是 同居就吵架啊什么的 如果你们未来 如果也是住在一起 嗯 会不会担心也是遇到 跟你们朋友一样的状况 还好 就是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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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嘴 哈哈哈 喝酒不好 那如果你今天 你真的跟你的 另一半相处不来 然后你决定要离婚了 你会觉得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还好耶 真的吗 你就跟其分手一样 哦 我觉得很类似耶 真的假的 现在人是这样吗 那家人竟然很尘味 那家人竟然很尘味耶 那家人竟然结个屁啊 哈哈哈 与其就这样子 相处一辈子不开心下去 哈哈哈 不如就直接 一刀两断 可是你要怎么确定 你是真的不开心 还是你暂时没办法磨合 我觉得会讨论吧 至少我们 可能讨论个一两年 真的不适合 大家就会结束 那不可能是一瞬间做出来的决定 那你觉得你有可能因为什么事情就是 干磨合不来 小三这种对啊 第三者 除了第三者之外 对方不工作 对对方不工作 他结婚他就觉得说 不是啊 我现在就是这家带小孩啊 在家带小孩可以 那也没有小孩 他就是不想工作 没有小孩 他如果我真的很有钱的话 就没有OK 就我只要够爱他都可以啊 哇 哇 前妻 那么其他会想离婚的原因是 亚瑟今天是在一段婚姻里面好 你觉得还有什么点子 会让你觉得 这个我不行 应该是价值观三观吧 你觉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真的 也会想要提离婚 说谎吧 说谎 就是欺骗 可是要是骗很小的事情 骗很小的事情 就一个私房钱他说存下来 然后其实偷 拿去买PS5这样 所以说谎啊 我觉得这可以 想买可以直接讲啊 可是这说谎 这要离婚吗 这个是不用啦 麦 而这对夫妻则是 你们结婚大概多久啊 今年第九 九年 第九年了喔 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在探讨说 离婚率其实满高了啦 有点敏感 还好 还好是不是 刚吵人家 身边有一个 刚吵人家啊 吵什么 刚吵人家啊 因为我早上有一件 啊 反正总之呢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预期他应该做什么事情 但他们并没有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生气 是什么打扫家里之类的 不是他就是应该一点钟要约出门 然后他居然一点还在吃面 然后我就觉得很荒唐 那他不是要出门了吗 面没有浪费啊 直接买了 然后家里就是一堆食物先把它削一削 我还站在那边加速吃一吃 然后就开始被攻击 我们要约好一点出门的 搞不好他一点在吃面 你会觉得很生气吗 而且还没有穿好衣服啊 这种锁着 哦 衣服只靠我 还没有穿衣服 因为我穿衣服只要两分钟啊 说好的事情就是一点就一点 但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访问下 很多人的底线就是 对于感情状况有没有忠诚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有前提吗 没有小孩或者是 就如果没有小孩的状况 想就OK 对 因为有小孩就会想很多 尤其小孩越多想越多 没有三个小孩 这好还好 对 那我今天假设啦 这个老公表情 他外面坏坏 那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对 这个你可以忍吗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已经被我发现了 被你发现了被你发现 我第一次我会原谅他 为了小孩 我会原谅他 第一次 那如果没有小孩是不会有孩子 没有小孩就 直接掰了就对 哇这有小孩真的有差耶 有小孩有差 还能做什么 而他对孩子的想法则是 如果你今天你认识一个 一个男神 长得这样一表人才帅帅的 他就是曾经有离过婚 你对他印象 会不会有 就此打一些折扣 不会 但如果有小孩就不会考虑 为什么有小孩不行 因为我没有想要生小孩 我没有想要有孩子 哦 他离过婚的话对来讲没差 没差 可是你爸妈有差 有些爸妈是蛮在意的 他就冲撞他们啊 冲撞 你说物理的冲撞爸妈 反观孩子的感受是 因为你自己爸爸妈妈本身是离婚的 那他们当初是为什么离婚 那时候离婚是因为 我爸爸太爱赌博了 然后他就是赌到那种欠很多钱 然后回到家里讨债那种 然后我妈就有点真的受不了他 就还在帮他还钱什么的 我爸也信用破财 然后就离婚了 你说他跟银行也借 然后跟外面也借 会不会你现在还在打工帮爸爸保险 没有没有 这已经 现在已经好像 我现在是一个好爸爸 这一次生命他现在是一个好爸爸 而且他跟我妈还是好朋友 现在你爸遇到你妈 还会讲把过去的事情拿下来吵吗 不会拿过去的事来吵 但很讲现在的近况 他们可能会抱怨公司的事情之类的 哇那很不错 对就像好朋友一样 他之前自己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离婚现在是主流 没有离婚的人都跟不上时代 是这样吗 所以那你会不会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是这样 我不会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要结婚啊 而且因为不是只有我爸爸妈妈 就是我的阿姨他们蛮多 有些可能也是离婚的 哦 所以听到离婚的比率很高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是很吸引为常 会不会是你们家族的一个主动 对 结传秘方 最后是一位婚姻的大前辈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多久 快19年了 哇快19年了 姐你这样走19年过来 有没有哪一次真的是你可能跟老公就是 哇吵到真的是 这句话差点就已经 差点就要讲出来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 说真的 没有真的遇到要走到那个阶段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 就发生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样 对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两个走不下去 我们就谈好了 然后大家还是可以当朋友 还是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那想问一下 因为姐姐又大我一个世代左右 那你会不会觉得 不好意思 因为大那么多吧 大概半个世代 半个世代 离婚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不是在那个 在你那个那一辈来讲 会比较 是一件 是一件 啊干我 怎么讲比较正正确啊 离住口 在你的这个世代好了 是不是会觉得 是一件很难启齿的事情 我觉得是 大家是有改变的 各个国家好像大家都看得到 不然网红也很多啊 大家现在这几年 好像离婚的也很多 所以觉得 越来越多人发生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 习惯 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 不代表你就是可以 随便结婚 随便离婚 我觉得心态还是不一样 其实也有很多人是 可能结婚久了 然后觉得说 哇感情淡了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构成离婚的原因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在婚姻的状态下 任何的感情就是 你可能时间久了 那个热情就是 本来就是会消枕 那是要经营嘛 像我们其实是 比较喜欢出国旅游 那将来小孩子长大 可能不想跟我们去 我们可以自己去 或是 他喜欢打球 打高尔夫 我之前不喜欢 我可能会开始练练看他 有感受到兴趣了吗 有 还没 哈哈哈 敷衍了性 你不提 我骗了你 好 今天街坊就在那边结束啦 那你也对离婚相关的话 你感兴趣吗 现在不限学生 只要下载DKAPP 就会马上找人跟你讨论哦 DK调查局 幸福就可以 我们下次见 拜拜